今天给大家聊聊一些个别的事吧 今天不聊什么养花了 今天就是谈谈心 就聊聊整个行业的一个事吧 现在老花一做这个行业呢 不知不觉 今年第八年了 一五年开始入行 最早的时候是在贴吧里边 给花儿门去解决一些花货问题 当时是在花货市场做批发 那个时候就觉得没啥生意 就开始就在网上找点事干呗 一聊二不聊 后来就说 你建个群吧 然后呢就建了个群 建个群之后呢 有人说你在花货市场 你帮我带点东西吧 所以在群里边人多了 忙不过来了之后呢 就开始开淘宝店了 就开网店 有一家自己的网店 然后呢遇到形形色色的 各种养发的事 和各种的人 很多的人也都说过 你现在怎么变得 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 我现在比以前更热情 只是现在确实精力特别有限 不能一一照顾到大家 你包括每日一打也好 每天只能选几个问题 你包括花货 一些花我们留的一些问题也好 老花一也就尽量的有时间就给大家回 因为我们家客服现在人也少 毕竟老花一选择的这个城市呢 是青州 在这个地方呢毕竟人才比较稀求 也是各方面的缺乏人手 所以说导致呢 自己的这个发展进度就稍微有点慢 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卖的这些个东西吧 也都不赚什么钱 你们也可能想象不到 老花一是跟塔山 还有跟王大爷 他们是同一年入行的 我却做的没有他们规模大 一个是自己背 不会做生意 一个呢也是 哎呀 挫折比较多吧 但是一直有你们这些贵人相助 能走到现在也非常感谢你们 再有呢就是 老花一拍的这所有的视频当中呢 有时候呢会被各种人去拿去抨击 你例如这些个 例如那些个是吧 各种去抨击你 你像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你就自带流量了 你像好多像拼音戏戏啊 很多店铺都在到老花一的图片去卖 很多人呢也都是去打压的老花一 有人就踩到我上位嘛 就有点那种感觉 反正养花这个事呢没有多难 啊 种过地的都知道 养花就是喝茶喝水一个道理 来来回回就五个字光水吐鸡肥 你谁说出话来 充其量也就是模仿郭德哥老师 是吧 模仿马三立老师来对单口相声 甩个包袱 有个梗 逗家家笑一笑 啊 茶饭之余乐呵呵的把你的东西给买了啊 最近呢直播也是压力大 今年白头发也比去年多了 然后最近感觉自己肠胃特别不舒服 这两天呢是在导生物中 晚上七点一直播到晚上十点都睡 晚上不完以后又睡不着累过头的那种 昨天呢又是到两点钟才睡 今天八点钟又起来了 最近也是压力比较大 其实也不应该给他刀刀这些事 今天也不知道乱七八糟的说了点啥 反正老花一呢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初衷 有的 可是有个好大哥说你现在有点变了 我好好的思考了两天 确实有点违背自己的初衷了 我当时呢就是 给花博美 为花博美服务吧 解决一些花博问题 提供一些花博用品 本身就是自己是做服务的 也不应该把自己怎么怎么地是吧 不应该去疯狂的去推销一些产品 这样子也不应该疯狂的去给这些个人 来回打嘴架去蹭流量 是吧 人家也说了老花一现在 你又不缺什么流量 对 你们说的也对 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堆 你们有什么事 你就 陪你们吧 今天那句话我说的一样 我是要做一个百年企业 我希望我儿子以后能接手 老花一这三个日能 在这个行业里面能起到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 这些行业里面的一束光 永远明亮 给大家指引一些个道路 希望大家在养花的时候 少走一些弯路 少被割一些韭菜 因为现在互联网信息发展得太快了 很多人就听一些个什么 这个泡水 那个泡水 这个当肥 那个当生根叶 经常被各种骗 我也不知道说了啥 你们有什么对我想说的 在评论区也说一说吧 哎你有没有默默的啊 不是老花一 两花最单一 走走 嘿嘿嘿嘿嘿嘿